你們開啟這裡面有一個檔案叫做選取 選取的複選項練習這裡 那各位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叫做 創選C就是框選 那比如說我今天要練習我把它放大一點好了 像剛剛我提到所謂的創選有沒有 創選是怎麼樣呢?要全部選到才算是選大 比如說這邊有很多圓 比如說我用框選 這樣的話會選到幾個? 兩個 有沒有放開 兩個對不對? 那框選的話不一樣 框選是碰到就算 碰到就算 那這樣會有幾個? 反正碰到就算 放開有沒有發現? 碰到就算 所以用這個方式來讓大家了解 就比較清楚一點有沒有 選取框選 這樣子的話其實半個都沒有 因為沒有選到才算 如果說碰到就算的話 虛線有沒有 這樣比較 這樣我想應該比較 大家應該比較清楚了 用這個方式的話 去了解一下 這邊的話你可以看到在網路上面 你可以下載這個範例圖檔的部分 在這邊 然後開啟叫選取的 選取的副選項練習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是的 來看看